这赵老师,今天的故事是,猜猜我有多爱你。 猜猜我有多爱你。 小朋友们可以看到,这是一只小绿色兔子,这是一只大绿色的兔子。 小绿色兔子该上床睡觉了,可是他紧紧地抓住大绿色兔子的长耳朵不放。 他要大兔子好好听他说,猜猜我有多爱你。 他说,大兔子说,嗯,这我可猜不出来。 这么多?小兔子说,他把手臂张开,开得不能再开。 小朋友们可以看到,小兔子在这里把手臂张开了。 大兔子的手臂要长得多,我爱你有这么多。 他说,嗯,这真是很多,小兔子想。 我的手举得有多高,我就有多爱你。 小兔子说,我的手举得有多高,我就有多爱你。 大兔子说,这可真高。 小兔子想,我要是有那么长的手臂就好了。 大兔子把小兔子抱起来,甩锅自己的头顶。 我爱你,一直到你的脚趾头。 我跳得有多高,就有多爱你。 小兔子笑着,又跳上跳下。 我跳得有多高,就有多爱你。 大兔子也笑着跳起来。 他跳得这么高,耳朵都碰到树枝了。 小朋友们可以看到,大兔子的耳朵碰到了树枝。 这真是跳得太棒了。 小兔子想,我要是能跳得这么高,就好了。 我爱你,像这条小鹿伸到小河那么远。 小兔子喊起来。 我爱你,远到跨过小河,再翻过山丘。 大兔子说。 这可真远。 小兔子想,他太困了,想不出更多的东西来了。 他望着灌木丛,那边的夜空,没有什么比黑沉沉的天空更远了。 我爱你,一直到月亮那里。 说完,小兔子闭上了眼睛。 哦,这真是很远。 大兔子说。 非常非常的远。 大兔子把小兔子放到用叶子铺成的床上。 他低下头来,亲了亲小兔子,对他说晚安。 然后,他躺在小兔子的身边,微笑着轻声地说。 我爱你,一直到月亮那里。 再从月亮上,回到这里来。 好了,小朋友们,故事讲完了。 小朋友们,小兔子很爱大兔子。 大兔子又很爱小兔子。 那么, 小朋友们也一定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吧。 今天听完赵老师的故事, 请你一定要对爸爸妈妈说一句我爱你哦。 好了,小朋友们,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 。